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纽约三公约达成31周年之际 我与尚曼汉、苏凯里阁下、阿兰、理查德、东瓦西格阁下 共同签署并发布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地约方大会主席联合声明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 土地退化与荒漠化加剧 给人类生成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这些挑战在成因活应对措施上密切关联 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应对 近年来 理约三公约相关地约方大会 先后达成了土地退化临增长目标 巴黎协定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等于系列雄心勃勃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为全球协同应对土地 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全面有效地落实这些成果 推动实现2030 以后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各地约方当前的首要任务 对此 我们强调 要加强全球 区域 国家和地方的多层级 全方位合作 共同采集 紧急 变革和协调行动 并确保所有的利益与官方 充分参与 我们认识到资金短缺 一直阻碍着发展中的国家 实现公约 各项目标 全球环境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等资金机制 对于确保促进发展中的国家的资金需求 至关重要 我们欢迎并支持各地约方 利益攸关方 为实现里约三公约目标提出的相关倡议 做出的积极承诺 我们呼吁各地约方 根据公约授权和任务规定 努力推进公约在土地 气候和生物多岸性等方面的各项目标 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确保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未来 谢谢大家